那么刚刚也说了花莲是连续三天是零确诊 但是目前是还没有解除这个三级的警戒 风景区是还没有开放 那么营业场所依旧是停止了营业 玉立分局也担心民众因此而松懈 抱着侥幸的心态违反了防疫的规定 就特别录制了这个广播的录音档 以巡逻车的广播方式来向民众宣导 更是呼吁民众要保持警戒心 花莲连续两天都零确诊 但是目前还没有解除三级警戒 风景区没有开放 营业场所依旧停止营业 而玉立分局担心民众因此松懈 抱持着侥幸心态违反防疫规定 特别录制了广播录音档 到辖区的各部落社区风景区 以及巡逻车广播方式向民众宣导 呼吁民众要保持警戒心 第二 接获正式防疫录制及防疫资讯 而分局长陈伟文也说 警察持续步入社区 部落宣导 就是希望民众对疫情仍然保持警戒 防疫片刻不难松散 要从严若稍有不慎 疫情扩散将再度上演 这往往来自民众的轻忽 再次呼吁民众继续做好自我防疫 减少不必要外出 对疫情要继续保持的高度警戒 接着高双双预理阵采访报道